新北市板桥有一个男的在光天化日之下 板桥车站附近呢 他就对路过的女学生啊 人家小姐啊就跟人家借钱 只要人家不借他 他竟然就下手习凶 有女生气起来当场报警抓人 警方依照性骚扰防治法 把他移送法办 清晨七点多 一身羽翼装扮老先生 主动上前搭讪女学生 还可以把手背在后面 没多久之后 两人走到角落继续交谈 但仔细看女生的动作 他居然打开书包 把身上仅有的钱几乎都交给对方 有目击者拍下画面 并且只称女学生是遭到威胁 因为如果没有交出现金 对方恐吓要习凶报复 看她的动作 她靠那个小妹妹很近 然后我就想说 她是不是想要对她伸出魔爪 那个妹妹说你为什么要给她钱 她说因为很可怕 所以我想要赶快结束 其实这名借钱哥在去年 就被网友在脸书上提报恶行 当时许多女学生都深受其害 只是都没有人报案 只有po上这些照片 提醒等公车路人要特别当心 不过这次画面曝光 可以发现随机找目标的她 一开口就是要钱 如果被拒绝还会出言恐吓 就算有人当场拍下画面 借钱哥也不在乎 更夸张的是这个地点 就是人来人往的板桥公车转运站 就是穿着一个雨衣 然后平头有点白头发 然后双手背后面 然后手上有拿一根很像棍子的东西 我以前在后站的地方有看过她 专门触摸在人多的地方 借钱哥锁定烙单女子 但夜路走多了 总会有出事的一天 警方日前结果报案 当场逮捕正要跟人家借钱的她 清查之下才发现借钱哥姓胡 年近半百 钱哥累累 证讯之后移送法办 也提醒民众 下次看到她出现在公车站附近时 记得赶快报警 中文新闻台北综合报道